各位黑豆上的粉絲們大家好 我是聖智 今天也要分享一道 蔬食的料理 黑胡椒猴頭菇 吃起來有點像雞肉 一絲一絲的纖維非常的像 今天是用市面上常買的到的料理包 容易取得而且容易操作 我們開始來試做吧 第一步驟我們先來做黑胡椒醬 我們先用橄欖油加熱 再下一大匙的黑胡椒粒 小火去爆香 讓整個黑胡椒的辣度能釋放出來 這時候我們加一點厚黑金醬油 因為它是用這個味噌去做發酵 很適合快炒類的調味 三大匙 番茄醬呢 加兩大匙進來 水 三大匙 開火 然後做一個讓它收汁的動作 加一點這個糖 這個黑胡椒醬就完成了 可以加一點厚頭菇進來做一個拌炒 加一些蔬菜 像是玉米筍 甜椒我們把它加進來 已經收汁完 然後把它炒到有點焦香焦香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盛盤囉 花椰菜來做一個圍邊 然後把這個炒完的這個厚頭菇呢 把它放進來 我們就做完這道黑胡椒猴頭菇 接下來呢 換我來試吃一下 非常像這個雞肉 黑豆商的這個厚黑金醬油 來做一個這個黑胡椒醬 可以吃到它非常的這個 醬香的一個香氣 那非常的下飯 也非常好吃 這道黑胡椒猴頭菇 分享給大家 記得按讚分享哦 拜拜